工程人员忙着将倒塌路数劈开 因为实在太大磕 横跨三线车道还压损一辆汽车 索性车内无人没有造成伤亡 这里是台北市的基隆路二段 路数不离台风灿速连根拔起 根据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统计 全台灾情201件 路数倒塌约占三分之一 其中又与台北市二属建局观 目前台风还是个中度台风 但是七级风暴风半径 稍微缩小到180公里 我们也预估未来会向北的方向移动 在未来几个小时还是影响我们 台风参数持续北上 北台湾晚间 仍会出现间接性的强降雨 随着进入深夜 降雨会逐渐趋缓 那么明天我们受到台风外围环流 甚至带来一些新南风的影响 所以中南部地区和恒春半岛 仍然会属于比较断续下雨的天气形态 而且容易出现局部性的大雨 而台风仍在影响我们 北台湾及中南部的朋友 还是要特别的注意 随着台风远离 中央气象局预估 周日晚间8点半到11点半 勇望解除灿述路上台风几暴 但是逢大潮 沿海地区的民众 还是要顺防淹水 新唐人亚太电视 曾义豪 周永卢 台湾 海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